如果你在半夜听到猫叫声, 千万不要出门, 因为很有可能你会看到不好看的东西, 欢迎观看阿文说故事之五夜猫叫。 我家里没养猫, 但最近总是半夜听到猫的叫声, 而且晚上经常把我从睡梦中吵醒, 但我也懒得理会, 不料就在第二天夜里, 我正嘎着游戏, 这猫叫声特别刺耳, 持续叫惯着, 我很是烦躁, 决定起床把猫赶走, 就在我刚走到门口的时候, 奶奶拦住了我。 阿文半夜听猫叫千万不要开门, 猫是很有灵性的动物, 半夜猫叫事不好的象征, 说明猫可能判到了坏的人, 这时你千万别出去, 不然你可能会被坏的人抓住。 我莫名的发出了憨笑声, 奶奶见我不信, 便继续说道, 咱们春以前有个傻大愣掉二狗, 肯定一打不过让人家骗去了全宿家产, 有一晚二狗睡觉时, 听到了门外有猫叫声, 早的他整晚睡不着觉, 甚至每晚他都听到猫叫声, 而且叫声越来越刺耳, 于是二狗去找村长投诉, 村里有人抛抛养猫, 整晚吵得我睡不着笑, 没想到村长大惊失色, 咱们村没人养猫, 但半夜听到猫叫不吉利, 代表着你门外有坏的人, 二狗你家子再听到猫叫声, 也千万别理会, 小心小命不保, 村长你这也太不厚道了, 这种骗小孩子的话, 你也好意思说出口, 要是有坏人, 那我也是呀, 我是坏人, 不服就来和我一战, 说完就气呼呼回家了, 果然傍晚二狗又听到了猫叫声, 而且叫的频率比之前更快, 二狗忍不可忍了, 这时二狗想起村长的话更生气了, 这是谁家的猫躲避宰了他, 二狗气势汹汹跑了过去, 打开门, 却发现门外什么也没有, 猫的影子也没看到, 猫又开始叫了, 是从前面的大树传来的, 看我这次还不抓到你, 宰了吃你的肉, 当二狗走过去的时候, 却出现一个非常奇怪的红蜜人, 他咧开嘴朝二狗笑, 口水从他的嘴角不停逼下来, 我靠是坏人, 二狗顿时吓尿了, 起身急忙往屋里跑, 回到家赶紧关上门窗, 还确认了那讨厌的坏人没有追过来, 总算松了一口气, 二狗害怕的想睡觉, 想着只要天亮了就没事, 结果一掀开被子, 看到了一个满身泪水, 披头散发的坏人, 正在他床上。 第二天早上, 村里人在二狗家门口的大树前, 发现了二狗的身影, 听说哈哈大树, 旁边还跳过一只黑猫, 听完这个故事, 我吓得冒冷汗, 幸好我这几晚听到猫叫声搜没出去, 不然我可能跟二狗一样下场, 后来我半夜听到猫叫声搜鼓起, 无论怎样都不能出去, 这天外面的冷风一阵阵的吹, 我却忘记关窗户了, 猫叫声也特别大, 我只好起床去关窗, 不要那坏人在窗户前直勾勾的盯着我, 点个关注部一路下集更精彩。